物有所值,管理得益,就是物业管理的精髓。 物管人员在物院管理担当着重要的角色,确保物业运作顺畅。 但如果物管人员工作不尽责,甚至贪污舞弊,就有机会令业户蒙受损失,甚至有生命危险。 这回,你物院的保安系统招标,物丝能不能投得就全靠你了。 放心,咱们互惠互利,事情都交给我来办吧。 让你们捡便宜,给我投标去,价格我来定,事成后给你们好处。 快要举行业主大会挑选承办商了,有一家蛮不错的,我给你们找些委任代表文书,你们给我投个票,那承办商定会好好答谢你们。 今天开会挑选承办商,我申报,我和这几家投标的承办商没有任何关系。 谢谢大家帮忙,我把投标价格提高了,赚到的当然是给你们喝茶了。 不好了,保安系统失灵了,有贼进来抱歉,还伤了住客。 诚信手法是物馆业保持专业的关键要素。 物馆人员执行职务时,要遵守包括建筑物管理条例和物业管理服务条例等法例, 以及大厦公器,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的操守守则和良好作业指南等规定。 廉政公署出版了一本物业管理公司防滩指南,除了让物馆公司、职员和其他相关人员, 即使正观看的你,知道在物馆业要求的诚信标准。 防范贪污陷阱 亦希望帮到你们察觉有可能出现的贪污行为。 就这四个物馆工作范畴,防滩指南讲解了需要留意的贪污警号和防滩措施。 举行业主大会的时候,如果大量委任代表文书、委任同意代表, 表示委任代表文书可能被操控。 物馆人员应该建议业主亲自或派信任代表出席会议, 并在建筑物当眼处展示以委任代表的业主名单。 物馆人员处理投诉时,如果透明度不足,就可能引起偏思的指控。 所以,物馆人员应定期向管委会汇报调查进度, 并在调查完结后通知相关人士。 物馆公司为业主组织进行采购,楼宇维修就是当中较复杂的一种。 如果标价远高于市场价,而又没有人知道当初为何或者怎样拣选个别承办商招标, 就有可能引起贪污或违标的怀疑。 所以,物馆人员应尽量使用公开招标, 并在招标文件加入诚信和反违标条款。 另外,如果物馆人员和投标者有利益关系又不申报, 就会被人质疑采购是否公平。 所以,物馆人员应该在进行采购时申报利益冲突。 物馆公司需要监督外判服务承办商的表现。 一些不诚实的承办商派驻现场的人数可能少于执勤记录中显示的数目。 为此,物馆人员应进行定期和突击检查, 包括检查执勤表、闭录电视记录以及实地观察承办商工作。 物馆公司为业主组织管理账目。 如果账目出现含糊不清的交易,又没有证明文件, 会令人怀疑这些交易是否真的用于楼宇管理上。 所以,物馆人员提交付款申请时应付上证明文件, 而负责审批的物馆人员亦应核实款项用途。 立刻下载完整版的物业管理公司房摊指南吧!